数位转型,你行不行? 以及人口老化的问题,还有我们的一些教育跟那个产业的一些需求没有对接 这些东西呢,都是让台湾在内部呢,他们的一个人才短缺 然后人才没有办法有效的供应产业的一个关键因素 那在外部的因素的部分呢,其实我想呢,就是台湾的优秀人才在某些程度上呢 也跟过去在选举的时候我们所谓的用脚投票的情形是非常相似的 人才呢,其实会去择好的企业而居 那所以到底什么样的企业呢,才是好的企业呢? 我们其实常常想就是说,一个好的企业其实不见得是给员工的薪资非常高就是好的企业 所以最近呢,有个非常热门的议题就是所谓的幸福企业 在上一集的Digitalk里面呢,我们其实也有谈到这样这个话题 那幸福企业到底是什么? 大家都听过很多关于幸福企业的一个定义 不管是从软体,然后到硬体,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做法 可是呢,其实我觉得呢,幸福企业最重要的呢,应该是它的企业文化 它的企业文化呢,让员工可以理解 就是领导人跟高阶经营者,他所塑造出来的一个企业愿景 让他们愿意呢,跟着企业一起去打拼 一起去创造一个呢,让他们觉得愿意付出的一个环境 在今天的Digitalk里面呢,我们就不要请到呢 在我刚刚所说的这个议题上面呢,做得非常好的一家公司 也就是在我旁边的巨人新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陈世佑经理 我们欢迎Gabriel 嗨,大家好 我是Gabriel 我现在任职巨人新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开发的经理 我们公司是巨人新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1990年的时候,由陈正中董事长 这边是我的父亲 这边做手建立的这家公司 然后现在员工人数大概有260人左右 然后我们主要的业务是做特殊车辆警示装置的制造商 特殊车辆警示装置,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路上看得到的东西 就是警车、消防车、救务车还有特殊车辆的工程车 我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比例大概在我们业务的比例就已经有四成和四成 然后我们销售通路通常都是以品牌制造商 就是有品牌 还有一些的我们的经销商为我们的销售通路 想必大家还是很好奇什么是警示灯 警示灯就是那个灯会发亮而已 可是说不知 我们的警示灯在各个国家 有不同的各个的法规 各个的应用甚至区域还有地理环境也不一样 有同样的区域 可是我有些在沙漠有些在火厂有些在石油很化学的地方的工程车之类的都不一样 所以有不同的法规不同的应用 然后我们的产品有分就是大牌灯 大牌灯是什么? 大牌灯就是我们的看到警车嘛 上面有很大的那一支的灯具 那个红蓝在那边闪的那个叫做大牌灯 当然有大也有小 还有那个卧底车使用的灯具 还有一些辅助的灯 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灶明用的灯具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传统的圆柱形的那种警示灯 我们有不同的大类的产品 当然未来的发展我们就是以朝向更科技 更智慧化 还有更 轻量化补合一些电动车潮流趋势的一些产品 视觉警示以外就是我们看得到的嘛 当然还有一个听到的 听得到的 听得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警报器啦 警报器就是 我们常常听到偶一偶一那个声音 那种就是我们的 听觉警示 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去投资这项的 听觉警示的计划 因为在2017年以前我们都没有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是自询为特殊车辆警示装置的制造商 为什么没有 有视觉但没有听觉呢? 所以我们着手投入这项计划 至今为止我们已经很多的产品已经 产生出来 我们为了 这个件事情 花了几千万的投资成本去 做这件事情 建构销柱啊等等很多很多很多的 然后现在是成功了 然后我们目标就是为了 就是让客户我们的客户都可以一站过 坐在我们这边可以买到 所有的产品啦 所以 我们目标啊 目标在2026年的 时候我们营业额 听觉警示装置 是可以站在我们营业的15% 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愿景 我们的愿景我们是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 还有幸福的企业啦 为什么是竞争力又是幸福 这非常难 公司要有竞争力才有幸福 没有竞争力 哪来的幸福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必须有竞争力和幸福 完全平衡 在一个天平上完全平衡的一个幸福的企业 然后专注我们是专注在安全警示的产业领域 并是客户的那个首选的企业伙伴喔 然后我们在对社会的使命就是可以提供更可靠的 设备去保护人类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公司理念 我们公司理念就是共创璀璨同享荣耀啦 什么叫共创璀璨同享荣耀 我们当然是共好 我们公司好 客户也好 同仁也好 员工嘛我们同仁也要幸福好 当然最后我们的 供应商也要好 大家一起好 然后我们的 企业文化我们是专注 自律 热忱 变革 创新 我们有五个企业文化 我们五个企业文化专注 我们专注在本业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很专注 我们自律 我们做什么事情也是要自我 自我意识要非常的 高 然后我们在产品部分也要非常的创新 当然最后我们在 ESG 绿色经营的部分我们也是 很着手投入在这一块 之中 在2018年这边得了小军人奖 还有一些个叫做 NPAR的一个 产品创新奖 还有在 政府这边有得到企业认证 因为 我们公司除了 工作以外 我们也要 很幸福嘛 我们也要一些运动 我们最近也才 办了运动会之类 那个我们也得了一个叫做中间企业的 奖项 除了中间企业 我们还有优良的那个友善职场的一个环境 240家 的竞选 企业中 我们总共只有两个名额 我们就是其中一间 非常谢谢Gabriel 非常详尽的分享 那我想其实就如同你刚刚所说的 就是巨轮其实是一个 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企业嘛 那包括 你刚刚所讲的 不管是在你们的技术的 本位上面 对或者是你们在后面所做的许多的一个布局 那我接下来其实想要替那个荧光幕前的朋友们 请教你的 就是其实你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巨轮其实是特殊车辆的一个警示灯的一个 龙头厂商 对在 全世界呢 你们应该也算是 数一数二 就是在整个的一个 不管是技术能力上面 或者是一个规模上面 其实都是非常棒的 可是所谓的一个特殊车辆 包括你刚刚在slide里面跟大家分享的 警车 消防车 对 然后甚至救护车等等的一些 我们其实好像大家每天在路上可能都会看到 可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些特殊车辆 因为它是否 一些 特殊的场景的应用嘛 那它的一些包括它的情报不能外泄啊 或者是包括它的一些规格的特殊性 尤其是你们的最大宗其实是在北美市场 对 然后包括欧洲等等其实都有你们的客户 那 我猜想就是说不同的一个国家不同的市场 它在法规上面 甚至在你们所用的这些 听觉啊 或者是声觉等等的一个 频率上 可能都会有非常特殊的规定 所以以巨轮这样子一个就是说 我们说它是立足台湾 或者是深耕台湾的企业 来说的话 你怎么把你的产品 能够做出这么样不同的一个规格 去因应不同国家的一个需求 然后让巨轮能够在世界子牛耳呢 这很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着重于在 我们的产品的创新上面 我们要怎样才可以得到我们的产品创新呢 好的产品自然是我们的招牌 好的产品会吸引到我们的客户 让客户看到我们的价值 所以我们在投入 很多很多的资源在业务 行销 还有研发上面 我们这三大功能 我们真的是花很 应该有一大半的资源投入在上面 我们可以快速的得知 客户的 需要 然后去赶快去产出 高于客户预期的产品 这是我们在 产品上面 还有在跟客户 服务上面是做的 比较好的一个部分 然后第二点 我们 其实我们已经不是买卖的关系 其实我们跟客户已经比较是处于 复伴 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常常会一起 讨论市场 一起讨论产品 甚至发想产品 有些idea是 跟客户 或者是由客户那边发想出来的产品 我觉得跟客户 伙伴关系的 重要性是这样 而不是 纯粹的 我卖你 你帮我卖 就是带你这一个东西 没有 我们是 合作伙伴的关系 然后最后就是 第三点就是我们的专注 在我们的 本业的市场上面 我们 其实 没有花很多的心力 在业外 我们觉得还是专注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花很多的保留盈余 在投资未来 我们花很大部分的保留盈余 在投资未来上面 其实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到几个重点 但是你讲的这些重点里面呢 环绕的一个重心 其实就是所谓的专注本业嘛 对不管你是 投资在你的创新上面 投资在你的研发上面 甚至你说 你们巨轮保留了非常多的盈余 去做这件事情 对但是 所有的一个根本呢 就是巨轮把这件事 就这件事情 尤其是你们的关键核心能力 上面呢 其实看得非常的重 对那 这也让我就是非常好奇 对因为 刚刚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所谓的 幸福企业这个议题 然后你也一直强调 我知道那是那个 陈董他之前在媒体上也讲的嘛 就是 没有竞争力就没有幸福 对反过来是说 没有幸福就没有竞争力 没错 对 可是我们其实常常看到 就是坊间有非常多的公司 他说他要提升竞争力 所以他做了非常多的改革 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布局 可是他的员工不见得 想要跟着他一起走 对然后甚至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 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说 哦在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 老员工就不想跟啊 对不想跟他可能就 离开了公司 对然后造成了一些反而是竞争力的一个 损失 对可是 我发现 巨轮好像 不太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对所以 看起来就说 巨轮应该是在 从选财 遇财 到留财上面呢 其实你们有一套的一个 方法 对然后让你们的员工呢 进来 成为巨轮人之后呢 就把巨轮的一个 发展啊 或者是 领导人的愿景呢 当成是自己的愿景 去看待 对所以接下来能不能请你分享一下 就是说巨轮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企业面临的组织 快速的扩边 快速的膨胀之下 以前的 小企业小公司的经营模式已经步步当下使用了 所以当年 我父亲这边就是着手进行的一个叫做文化 再造的运动 什么是文化再造呢 文化再造这边有一个 很重要的四大工程 四大工程有品质优化 团队合作 自主俱力 还有学习成长 你觉得什么是品质优化 如果对员工来看的话 就是应该说他在工作上面 在生活上面 很多地方都可以做品质的优化 对没错 就是幸福上面的品质优化 对 为什么幸福上面的品质优化呢 这边就是 为了推动这个四大工程 让大家幸福品质优化 其实除了一个叫做 薪水薪资提升 这边他直接把所有的员工的平均薪资 全部 提升20% 这大概是10%的固定薪资 然后10%用在绩效奖金上面 除了这个品质优化以外 还包括了其他的 育幼奖金 还有灾房价 有薪灾房价 这个有薪灾房价 就是例如台湾很多的 台风 会放台风价嘛 这边也是有薪的台风价 有两间的有薪台风价 还有 生育津贴 生育津贴就是生育台 3万块的补助 所以我们公司生产率其实蛮高的 在那个部分 等等的一些 生活上面的品质优化 所以才会 薪资涨 大家有感了 之后就是 Follow 就后面的 提升 就是灾房价 等等的一些 政策优化 再来是团队合作 团队合作这边也是 我们就是建立了 很多的 一些机制 就是建立了一个 团队的一些 机制 然后再来是 自主纪律 自主纪律我们也设立很多的 呃员工的行为准则 因为这行为准则不能 超过 呃公司的文化 当时公司就要建立一个新的文化再造运动 就是 专注自律 热忱 当时还没有变革创新 所以当时专注自律热忱的三个文化 所以 呃很多的 呃员工的准则都要 放范围在哪一个地方 然后学型成长当年也 呃花很多的 呃时间 我们连办了好像将近40场的 呃 呃那个外训的课程 就是或者是请讲师来上课 还有并且我们有办了 呃阅读马拉松 就是每个每一季每个单位都会看一本书 然后去做大家去做分享等等的一些活动 在 呃在整个的组织快速的去提升 所以当时这个 呃四大工程是非常成功的 然后大家 看到这个成功 呃我父亲所讲的话 都有月线成功的情况 不然大家都相信他 所以我这边也要分享一下后面的这个 这个 的自胜 再来是 的一个心理安全感的力量 这两本书里面我觉得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这里面有 讲到很关键的一个东西叫做坦诚 坦诚自胜 所以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都要非常的有诚信 然后 去 呃达到共同的信任基础 哦所以我们有一个 呃里面叫做 信念就是相信自己 相信未来 相信伙伴 相信巨人 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信念 就是在我们公司里面 接下来我们公司里面也 呃在幸福过程中 我们也会去 推动一些的公益活动 因为在推动公益活动的情况下 也会提升自己在公司在这个事业上的一些成就的回馈 大家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呃不是自己得到幸福 你做 这些公益的情况下也会有一种幸福感 我们在巨人的生活部分也 推行了非常多的生活活动 例如瑜伽课啊 TRX啊 一些路跑等等的 一些 活动 所以我们的活动非常的多 然后我举例以下就是 我们5月20号这边才做 健行的活动 然后6月2号 就是在录影的 前一天 前两天 对前两天的时候 我们才做 那个 运动会 然后下面有 QR Code 可以去扫描一下 看一下影片 看一下我们的 对 花絮的一些影片 我觉得蛮精彩的 然后再来是我们 做了一些 就最近做了一些 乌克兰的一些 募款活动 就是因为无二战争很多 儿童有离失所 我们也去 做这些的募款活动 还有土耳其正在 我们的 员工 不小心在一个募资亭平台上面 看到一个 客户的员工 的小朋友 因为他 罹患 血液的 某个癌症 我有点忘 就某种癌症 然后他必须 要去美国 去做 治疗 所以他必须要募得 蛮大一款的资金 然后这时候员工就自主 员工自主 就是 跟公司提出 我可不可以 跟公司去提出一个募管活动 然后去帮助我们的客人 所以 接下来 其实募款还蛮 超过预期 募款的金额其实超过预期 然后当然 上面的金额 可能又加码 繁费 他常常说 员工 全部募到多少 他就是 捐多少 他都这样子跟大家讲 所以其实大家也蛮踊跃的 去做 募款 去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我们的 企业的 文化 然后他最 当然 最后是治疗成功 非常棒 对 我觉得其实 Gabriel 刚刚这样一系列 所分享的这些点点滴滴的小故事 我觉得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刚刚你有一个slogan 就是 相信自己 相信未来 相信伙伴 相信巨轮 对 那 比如说像你最后讲的这个案例里面 因为是由员工自己去发起的嘛 然后他的伙伴们就是你其他的同事们愿意去 响应 对甚至董事长最后愿意去加码 然后这件事情呢 也呼应到你前面刚刚讲的共好 对因为你对你的那些 在国外的这些供应商 做了一点这么小小的事 他可能是远在澳洲 但他可能对 北美洲的供应商 也起到非常大的影响 对因为他没有想到他的合作的一个厂商 竟然是一个这么棒的一个 那个 企业 而且这件事情是由你们的那个同伦们所发起的 是吗 是这样子吧 对而且 我们在跟我们一些客户讲述到这边 还有客户哭了 就好感动 对 真的是 蛮感动的 这件事情 嗯 可是这件事情就是 回到我刚刚一开始问你的问题嘛 因为 呃我们看到的是巨轮人 每一个巨轮人都把巨轮当作是自己的公司 对然后不管是在工作也好 或者是你刚刚所分享的这一个 那个募款的方案也好 如果没有这样想的人是不会去做这件事 他会想说 这到底关我什么事啊 而且他远在澳洲 对吧 对 所以我们巨轮人其实文化有个很热情嘛 对 还有自主的去做 对发情的一件事情 要不然他就 他可以不说其实 对 可是因为他是 对他的客户 而且不是对他客户 是对他的客户的员工而已 对 那他自己 那搞不好这辈子根本是不会遇到的人 对啊 这可能遇不到 对 对 好那 呃 其实我觉得 刚刚也讲了非常多 就是巨轮不管是在你们的关键核心能力上面 然后你们的企业文化也好 对甚至你们从上到下 从老板到每个同仁们 都有一样的一个mission 对然后共同愿意去相信未来 相信巨轮 那也要恭喜就是去巨轮其实在去年嘛 就搬到你们在土城中华路上的那个营运总部 对 对那这个营运总部呢代表的应该就是一个巨轮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没错 所以是不是接下来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 面对巨轮的下一个发展阶段 你们有打算怎么做 然后 打算去布局什么东西 让巨轮在未来更有竞争力呢 好 对于未来的部分 巨轮这边 左手 就是 分了 内部和外部 两件事情 内部 我们就是希望把所有的 制造部分 就智慧化生产 用我们建议新的总部 我们导入了WMS MES 等等的 很多的多套系统 然后并且也升级了我们的伺服器 然后再来我们要串联所有的我们的 硬体的设备 制造设备 然后 去监控所有的数据 然后 用 智慧的方式去生产我们的产品 因为 这些 这些产品我们是很重要的 一些 关键的车辆的 设备 所以有些 客户的服务 也都需要去回溯一些 为什么 品质 会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针对哪些部分要去做着手的 然后并且 智慧制造也可以降低蛮多的 其实 台湾的那个人事费也越来越高 也可以降低一些 人事费的 部分 然后把我们的工作提升到蛮有效率的部分 然后智慧化 也在智慧化的那个产品管理这边也 就是方向也要去提升 多样化的产品的 缺点就是 数据一堆 品项一堆 然后 这些东西如何去 做好这一个管理然后 如何在 客户想要的客制化管理的部分 如何去快速 响应客户的需求 所以我们这边在管理 方面 就是 要提升很多的 能量 去赢得就是未来客户的 一个期待 在 外部的部分 就是我们数位化的 我们要提升数位化的客户服务 什么叫数位化的客户服务 就是 我们现在有 产品客制化 订购的系统 我们制作的这个东西就是数位化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能就是 产品 要跟客户沟通的时候用很多的数位的模式 例如用一些 VR 就是VR实际 我就跟客户看 我这边 设计的如何 你这边感觉如何哪边要去调整的 直接来 这样速度会过得更快 然后并且 可能 用一些 远距离 远距离的 show的一些方式模式 去做一些客户的 服务 然后再来就是最后就是 最重要的叫做 智慧化的产品发展 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产品 产品会说话 就是一个 好的 一个发展 所以 未来我们要衔接 IoT V2V V2C 等等 很多的一个 部分 因为警示装置为什么要自卫化 紧急的人员 就是一些警察 消防 车的驾驶 然后或者是救护车的驾驶 等等 非常的紧急 做事非常紧急 可是在紧急过程中 我们要保护人类生命 财产安全 很多的 非人为的操作 我们都要去让他自卫化的一些启动 所以这边 智慧化的产品发展 也是我们的未来的 一个很大的目标 好 非常谢谢那个Gabriel 其实我觉得在最后这一段 Gabriel的分享里面 我们大概看到 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 因为台湾的产业 过去50年 我们都着重在 制造业 那制造业其实就是所谓的标准化的一个大量生产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对员工的要求呢应该就是 他只要执行力高 然后效率好 对然后 然后服从命令嘛 对 可是 呃现在 就跟你刚刚讲的一样 现在可能有VR 有IoT 这些新的科技进来了 对然后包括 环境的不同 或者是趋势的一个 呃变化 所以我们的 员工 或者是现在的一个人才已经转型成 就是我们大家常常听到的所谓的 一个知识型工作者 对那知识型工作者呢 现在才会是一个企业能够维持高产值 高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可是 知识型工作者跟过去的制造业型的人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所以他需要的是 呃你刚刚也提到的 就是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环境 然后透明的一个沟通管道 然后让他可以没有隔阂的去了解 就是呃企业领导人在想什么 然后公司的一个未来到底在哪里 那他就会自动自发的去 投入更多的事情 那我想呢其实 巨轮 还有那个是又刚刚的分享里面呢 我们大概 可以非常清楚的去看到 就是说巨轮在这件事情上面 做的 点点滴滴 那 我最后其实也想跟荧光幕前的朋友 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上礼拜其实我们也去了 巨轮嘛 对然后 呃我刚刚不是说巨轮的那个新的总部 是在土城的中华路上吗 大家如果对土城有点概念的时候呢 你走到中华路看到一栋 就是非常高耸呢 然后呃像一个五星级 然后非常具有时尚设计感的饭店 不要怀疑那就是巨轮 对 嗯 可是 很好玩的是说 当你走进一楼的lobby的时候呢 你并不觉得你是进入了五星级饭店 因为通常五星级饭店会比较 呃 温柔温和的那种感觉 那是你们 对那是你们 可是五星级饭店有时候他就是很轻嘛 对不对 因为他要展现出他那个高格调的感觉 可是 你们不一样 我觉得走进去从 呃柜台 然后或者是你们的同仁们 一律都会有非常亲切的一个笑容 对 然后温暖的一些语言 对或者是行为 然后很多很贴心的一个 呃橘子 我想这个就是巨轮的一个文化塑造的所在 然后这也是你一直在强调的 就是呃有幸福的企业才会有企业的竞争力 我觉得大家呢 呃都可以尝试的去做做看 甚至可以去巨轮那边去 看一下 别人是怎么做的 对因为 幸福企业的这个议题上面呢 其实巨轮做出了不太一样的格局 对好 那我也很开心呢今天能够邀请到Gabriel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希望呢 今天的呃 点点滴滴的一个 讨论里面呢 可以让大家对于 怎么样让企业更有竞争力 在过去的传统思维之外呢 我们可以再加点 呃有温度 对然后有人性化的一个概念 好那呃 最后再次谢谢Gabriel 来到我们今天Digitalk的现场 我们一起跟荧光幕前的朋友们说声再见 谢谢大家 大家再见 谢谢拜拜 拜拜